当孩子在家庭中得不到父母的重视,也体会不到家庭温暖时,那么长久下来就会心生委屈,最后只能在悲伤中远离父母亲人。 接下来案例中的女主人公,就在父母长久的剥削无事中,选择离开家乡和亲人。 江熙如已经三十岁了,看着身边的姐妹结婚生子,她也只有羡慕的份。 变成圣女的原因其实很简单,那就是她的父母多年来一直在剥削她,以至于吓跑了不少男生。 她的家庭传统就是重男轻女,所以比她大的哥哥处处欺负她。 小时候她不可以随意吃家里的零食,也不能和哥哥抢电视看。 有一次哥哥调皮,拿玩具砸伤了她的眼睛,父母见了也没当回事,抹了点香油就完事了。 诸如此类的事情有很多,可都随着江新如长大后渐渐被忘却。 后来她高考考上了一个二本学校,可父母不愿意拿学费,还借口说家里没钱。 可怜的江新如不愿意放弃学业,多方打听,最后申请了助学贷款完成学业。 同龄的女孩都在享受大学时光,放假不是逛街就是旅游。 可对于江新如来说,假期只有拼命找兼职打工,不然她下个月的伙食费就会没有着落。 毕业后,她找了一份运营工作,虽然加班都很辛苦,但好在收入还可以。 虽然挣钱了,但她还是不敢乱花,唯一的奖励就是发心日买个奶油蛋糕。 她用了两年的时间还清了助学贷款,本以为可以享受生活了,可谁知道命运并没有打算放过这个姑娘。 当父母知道她还清学费后,就要她提高每月上交的钱。 还说她一个女孩子以后迟早要嫁人,给钱是为了帮她攒嫁妆。 单纯的江新如听信了父母的话,把每个月的大部分收入都交给了他们。 而那些钱实际上却花在了哥哥身上,不知情的她却过得寇寇所所,同事聚会也从来不去。 久而久之,她在单位因为不合权而被频频针对,最后在父母的劝说下回到了老家。 父母看女儿回家后,心里很高兴,因为在老家吃住不花钱,女儿上交的钱就可以更多了。 以至于父母只让她身上留个几百块,剩下的全都收了起来做家用。 回到父母身边后,她慢慢地也知道自己的工资都被补贴给哥哥了。 看着哥哥不怎么上班但吃穿却很讲究,有时嘴里说的品牌她都不认识。 在知道自己的钱都被父母骗走后,她的情绪一直很低落,可工资卡在父母那里,一说要回来,母亲就劈头盖脸地讽刺她。 在这样的环境中她心情越来越不好,整个人看起来也黏黏的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一些邻居也开始给她介绍对象。 毕竟她是个大学生,模样长得也可人。 可是一连相亲了几个男生,都被江心如父母的要求吓跑了。 虽然没强调要买房买车,但是一定要不低于二十万的彩礼钱。 那些小伙子家里都买好了房车,彩礼顶多能拿个几万。 所以一年下来,给她介绍对象的人越来越少。 而父母也不关心她的情绪,坚持着彩礼金额的要求。 好在两年后江心如在单位谈了恋爱,小伙子家里有房没车,为人热心厚道。 两人相处了半年就见了父母。 虽然江心如一早就表示想嫁给男友,可父母还是在饭桌上提出二十万彩礼的要求, 还说这是硬性条件,否则免谈。 江心如看着男友面露难色,心里犹如刀子在滑。 她知道父母这样狮子大开口是故意的,也觉得这次的幸福要再次溜走。 果然男友之后就有意闭着她,也找了机会正式提出了分手,表明了自己出不起钱的事实。 这次的分手给江心如带来了不小的打击,也开始对父母有了怨恨。 她一个人偷偷躲在房间里流眼泪,即使撕心裂肺,也努力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。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被父母这样对待,简直把她当作一个挣钱机器,一个被使唤的长工。 她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摆脱束缚,随心所欲地活一把。 直到父母卖了一处老房子,给要结婚的哥哥买婚房,江心如才觉得有了解放的可能。 江心如以为哥哥结婚后,父母就会放过他。 殊不知哥哥婚房有贷款,越越得拿他的工资卡去还款。 知道这件事后,江心如心里有了一丝恐惧感,难不成一辈子都要被父母哥哥掐着脖子吗? 她再一次找到了母亲,想要回工资卡,妈,我哥结婚了,我也要过自己的日子了。 工资卡你得还给我。 母亲一听,有些惊讶,随即用不懈的语气说道,工资卡只有结婚了才能给你,现在没嫁就是家里人,要帮你哥还房贷。 江心如心里气不过,当即和母亲吵了起来,可却被哥哥狠狠推了一把。 至此失望至极的她,决定远离这个满是伤痕的家。 她不声不响地辞去了工作,连夜收拾东西去了外地。 因为能干有眼利剑,很快她找到了一个包吃包住的公司。 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,她的眼睛都有些酸酸的。 这次她终于逃出了牢笼,找到了自由。 得知女儿去外地后,父母亲就一直联系她,可江心如死口不说去了哪个城市。 母亲厚着脸皮,再次找女儿要钱时,江心如也是不为所动,再没有寄过一分钱。 五年过去了,江心如就一直没回过家。 而老家的父母,在得知女儿结婚生子都没跟他们讲时,才明白已经彻底失去了这个女儿。 案例中的狠心父母终于在偏心中逼走了女儿,可即使肠子毁清了,也挽回不了逝去的亲情。 这告诉我们亲情不能持续消耗,更给了我们以下两点启示。 一、无论任何关系,一旦进入还债模式,就意味着快走到头了。 所有关系的建立和相处,都是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。 即使是亲情也不例外,也需要双方去维护和珍惜。 案例中的父母就因为太不把女儿当人,才让女儿跑到外地,选择切断和原生家庭的联系。 这类糊涂父母,生生把孩子逼到了断绝关系的地步。 要知道你不是给了孩子生命,他就任你宰割削。 每一个新生命都是天使,是需要用爱呵护跟浇灌的。 而不是养大了孩子替你还债赚钱,更不是没有感情的木偶。 要知道当一段关系只剩下索取,那么锻炼也是迟早的事情。 二,对于讨债是亲情,做到问心无愧就够了。 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全心全意地为孩子付出。 总有自私虚荣那一类父母把孩子当成赚钱的工具。 仿佛生下了孩子,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利用。 摊上这样的父母,孩子无疑是可悲的。 就像案例中的女主人公,被伤透了心裁,无奈逃走。 其实对于剥削式的父母,做孩子的要及时远离和拒绝。 因为面对那些讨债式的亲情,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可以了。 既然没有人爱我们,就要用尽全力去在乎自己。 别深陷错误的关系走不出来,有时错的只是别人而已。 所有的关系都会有好有坏,所以大可以放宽心。 哪怕所有人都离你而去,也别忘了你还有自己。